根据科学家研究称,眼泪其实具有一种类似三明治的结构 其最内层是一层粘性液体,中间具有一层水层 而最外层则是由油脂以及其他脂肪类物质所构成的 而每当我们眨眼时,该动作对眼睛的保护功能之一 就体现在眼睛内的这种特殊的脂肪物质能够阻止我们眼睛中水分的流失 在此发现基础之上,科学家近而发现了人类感到眼睛干涩的机理秘密 这都是因为我们眼睛中的这种特殊脂肪物质如果含量过多或过少 都不能保持我们眼睛中适当的湿润程度 从而导致我们出现眼睛干涩的情况